朱光青 今天又是跟我來到我們的愛唱 很高興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今年在我背後的這個2020最新的顏色 它叫曙光青的顏色 大家看到曙光青 有沒有覺得特別的不一樣 我為它界定的顏色是界定在大地色塗色裡 外面的天空之間平衡出來的一個霧霧的綠色是非常有質感 都會讓這個空間帶來給人家很沉浸很平穩的感覺 那特別是在今天我這個暗場是心霧臉的風格 沒想到它跟心霧臉也是意外的那麼match 所以我覺得顏色真的是很有魄力很特別 接下來跟著大家跟著YOSHIKO來看我在每個空間裡面 跟顏色的配搭會撞出什麼火花呢 那麼YOSHIKO常講呢 在我的暗場當中 常常會有一些大理石的顏色 齒磚的顏色 跟很多異材質搭接 哪怕是我旁邊這個鐵件的雷射切割 那麼常常在雷射切割上面 我也會做特殊的色來處理 那麼因為我覺得 顏色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它可以讓 呈現在不同的建材上面有不同的表情 等等大家來看YOSHIKO怎麼樣來為我這個 這個黑底雷射來做上色 給它不同的表情 在這個空間裡面 與這個主牆 來怎麼樣跟磁磚呼應 互相跳Tango之間怎麼樣來做平衡 讓大家看一下 感覺一下真的不一樣喔 那麼在這個空間當中 是一個兒子跑的房間 那這個房間的場面是 嬰兒藍 應該講Baby Blue嘛 真的是 這個名字真的是很可愛也很優雅 那特別在這邊呢 我有講說 顏色會說話 跟空間會說話 跟我們也會說話 那在這個場域當中呢 在左邊那邊的場面 最後會有一個小型的 模擬的籃球場出來 是用油漆做出來的喔 請大家送一代吧 遊戲本常說 真的每個暗場成功的作品 背後都有一群的幕後英雄 特別在遊戲的部分 我覺得有期的這個幕後英雄 真的是非常辛苦 常常你看 就像我們女孩子化妝一樣 先打底一層一層的 鋪層上去 再把這個顏色彩妝慢慢的勾勒 那這個勾勒之間 常常都要這樣不斷的 一層一層的皮膚保護 然後把線條把它跳出來 以後才可以一層一層的上色上去 所有的這個作品的價值 都在這個所有的這個 施工的旅程當中 我覺得它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今天這個暗子的顏色 真是包容萬有 我們在這裡面 而奧貝爾的這個 欺負給的氛圍 請大家自取守地 YOSHIKO TV 如果你喜歡的話 別忘了按一下小叮噹 想先看喔